1961年,西安那些国画创作室的同事们,在石鲁的画室里,佐启康诗友、李子盛、石鲁等建国以来,陕西因为出了长安画派、黄土画派而显得艺术氛围浓厚, 在西北地区堪称一支独秀,设其中,有位卦家虽然如今默默如闻,但他的事迹和画作不能被忘却,他是陕西延长人,1940年,他与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,1953年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,1961年,他和石鲁、赵旺云、康诗友、何海霞、方济仲等六位画家, 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了画展,一时间好评不潮,广大老百姓和美术圈,对他们的作品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中国美协在座谈会上称他们是长安画派, 从此,在陕西,文从什么了解,长安画派成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标志,也是时至今日陕西国画的旗帜性品牌,而本文中的主人公,就是其中的主力战将李子盛, 相对于其他同时代的五位长安画派创始画家而言,李子盛显得有些落寞,他的作品不是那么多,影响力也似乎不是那么大,但是,李子盛的艺术造诣,似乎并不弱于其他结尾,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低,李子盛曾经担任西北美协理事,秘书长, 又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秘书长,副主席,主席等职务,他和其他同事秉承着一手身相传统,一手身相生活的原则,培养了大批青年画家,也为长安画派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, 1987年11月,李子盛此事,随着时光流转,画坛新秀并起,他的名字和名气,渐渐不为是人所知,但细细想来,只要提到长安画派,就不能绕开他们六位画家, 也就无法真正抛却李子盛,没有他们齐心协力的努力,也就难以创造新画派,难以达到如今这样,令人连以为好的艺术创举, 复心追悉,中国书画正是因为有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才,才显得更加多子录才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子盛